欢迎三个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L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2年的DPTi11国交情赛的小组赛 正赛小组赛星辰对战NT双方BO2的第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在搬选方面的话 星辰的搬人是搬了一大堆的大哥位和中单 搬的几乎全部都是远程的大哥位和中单 非常针对对手的远程C和他们的中单法师这个位置 中单法师好像暴露了些什么 这两个位置是吧 然后呢在最后一手选人方面的话 NT在中单的位置上没办法了 只剩一个蝙蝠了 其实当时除了蝙蝠以外的话呢 我当时还在想他们能不能够去选一个利纳 但是他们最终选择拿了蝙蝠 而星辰则是在大哥位的这个位置上拿出来了一个德鲁伊 中单的影魔加上一个德鲁伊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前期的一个分落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马尔斯上去跟对方的水日兑现 然后德鲁伊在下路 全能骑士跟老奶奶这两个人这场比赛的保人的话 全能骑士放到德鲁伊那条线 老奶奶放到马尔斯这条线 这样的话呢有一条线有进攻能力 一条线战线比较稳健 当然老奶奶配合德鲁伊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就是前期等级比较低的时候 这个二人组不是很厉害 从前期的这个分落了 战线的目前抢服的这个站位来看的话 似乎德鲁伊是准备要去到上路 跟马尔斯进行一个换路 用德鲁伊来跟对方的水日加沉没术是对线 这个对线的话小熊跑去抢服了 跑到对方家抢服 nice 这边莫奈斯拿自己的小熊抢到了一个神服 下路的河道也抢到了神服 梦幻级别的四伏开局 传说中梦幻级的四伏开局 有关是说这个陈波术是选择出了一个系带 陈波术出了系带一级加了二技能 这个是用来打德鲁伊很好的一个加点方式 打德鲁伊的话你不用担心的放技能吧 你不用担心的拿技能给你对号 所以他选择去加一个二技能点人 这个是蛮好的 如果你打的是对手的马尔斯 你去这样加点就不合适了 这个四伏开局的话直接就是800经济 全队800经济瞬间就拉开了 大叔这个陈波一级学被动教育一下 这场比赛是可以的 因为这场比赛他不用担心对方拿蓝去消耗 只要对方没有用技能反打你的能力的话 你一级加法球是可以的 现在补刀方面的话中路的影魔是3-1 对方的蝙蝠4-0 两个人差不多 马尔斯4-2 水人现在是2-0的一个正反补 小强1-0 陈波术师目前也是一个0-2的正反补 一上来两个反补 这个陈波术师还是很厉害的 还甚至拿了个正补 一开始的话 玉母蜘蛛在上路跟德鲁伊去兑现 然后下路让这个马尔斯 跟水人去兑现这块 补一个刀 下路小医生的马尔斯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 因为这个小医生最近的状态一个是非常好啊 另外一个是最近这个小医生他的实力有回暖 这里为饼一个长矛 这个长矛稍微找了一丁点 而且没有能够把对方给打到树上 可惜了 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再挽一丁点 并且把对方戳到树上的话 是有机会能杀这个小医生一波的 陈波为什么是出膝带 不是出挂件 因为挂件对于陈波术师来说 它的属性并没有多大收益 膝带加的攻速 加的护甲 这些东西对于陈波术师来说收益更高 看看这里全能骑士过来给上一个锤子 但是被陈波术师又追了一顿点 陈波现在他的一技能被加强了以后性价比很高 但是从前期的耗血来讲 如果有条件用法球就耗血 肯定是法球更划算一些 开局现在三条线的正反补来看的话呢 星辰在下路小医生那边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12-5 对方的水质线就8-2 正反补被压了一倍 水人变德鲁伊能招熊吗 可以招 但是如果你变回来 熊就死了 熊就消失了 所以水人没有变德鲁伊招熊打的 收益过低了有一点 开局现在三条线的补刀优势都是比较大 中路影魔现在手里攥着6个反补 而对方的蝙蝠是没有反补 那这个对比下来的话 蝙蝠这两比赛前期是没有机会单杀影魔的 落后一级意味着对方的影压等级 永远比你的火和你的这个胶油要高 然后影魔在有很多的一个反补的情况下呢 他的魂量也是肯定一直是满的 对这个蝙蝠没有机会去杀对手 现在马尔斯23-5 这个在下路的正反补高的稍微有点过分了 保马尔斯的呢 又是一个老奶奶 对方也不敢跟他硬打 硬打打不过 老奶奶的平射加卫柄 加上马尔斯的长矛和多汪 这个前期四个技能 有两个减速 两个控 这个东西有点打不过 让打了四分钟 现在团队经济已经是拉开到了一千家的一个察觉 再加上开局的四伏 所以这样比赛开局这个优势很大呀 行程 NT这个战队也是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一个战队 怎么说呢 这个战队他们的表现在西欧赛区 如果我们排除掉那些 就是直腰的队伍啊 只说打预选赛的这些队伍里面来说的话 NT战队的实力确实是不错 尤其是在Pero加入这支战队以后 给这支战队注入了不少的活力 但是面对传统的顶级强队 他们在经验上面的一个差距 在这个 哎 这块马尔斯这个长矛给的稍微有点瞎 不过补了个远程兵 也就算是勉强可以接受啊 现在三条线的大哥卫经济 我们可以看一下 2400的马尔斯 2300的德鲁伊和影魔 然后对方的最多只有1800 这里长矛钉回来 然后再加一个平射秒掉 水人在前期面对对方这两个人 是毫无办法的 他的转属性甚至都要成为一个主加的技能 如果加的稍微少一点的话 有可能根本来不及转就被秒了 老奶奶加马尔斯的爆发 确实有点太高了 他说刚来看两个队是不是都一三换路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两边都有一些不太愿意去选择对线的这个英雄 卫柄砸晕 这个砸晕以后转身一个影压 两个影压再往前追一下 等一下 C 这关不追了 影魔在这个地方被对方打的有点残啊 还好权能骑士过来以后直接给上一个天官刺 驱散一手 那么这样蝙蝠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过来再去控一个上路的幻想神徒 这块小强的穿刺打中了 那权能骑士有点难受 但好在身有十根魔伴 影魔过来以后这里S掉自己的一个影压 然后转身再给一个漂亮 OLED这个影魔这一波S非常的精髓 S完了以后呢 让对手放弃了追杀的一个打算 让团队经纪拉开到2000加 星辰在前期的对线打得不错 从目前为止打得不错 大叔这个版本聚魔怎么样 聚魔这个版本可以用 大叔全能能打大哥嘛 现在这个版本的全能不太适合打大哥 上个版本的话 托森拿全能骑士打过几根大哥 就是中单位的全能骑士 但是限制还是比较明显 受限还是比较明显 老奶这块贴身过来崩一枪 然后呢继续让马尔斯在这里保持着自己无解肥的发育 无解肥的马尔斯加上电眼角手 意味着这场比赛的节奏完全不需要担心 这块 德鲁伊拿自己的小熊一直在挠对方 全能骑士这边帮你驱散一下 让玉姆之鲁过来 影魔直接摇大 但是蝙蝠是看到这个影魔以后 一个大招直接把莫奈德鲁伊本体拉回去 让这个影魔的大招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救下来 那么断一波德鲁伊的节奏还行 对NT来说 这边断的节奏断的很关键 因为如果你继续这么打下去的话 就是蝙蝠不马上出来带节奏 一会儿等到对手的马尔斯拿刀跳刀以后 那这个节奏就完全变成了 清晨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而德鲁伊复活 把自己的小熊招出来 上来挠几下对方的玉姆之鲁 玉姆之鲁现在的经济已经追平了德鲁伊 在这波击杀之后 前期玉姆之鲁跟德鲁伊的对线 还是比较轻松的 登陆影魔现在三千块 对方的蝙蝠只有两千一 影魔三千二 蝙蝠两千一拉开了一千多的差距 马尔斯跟水人也拉开了一千的一个经济差 马尔斯这边先做的是相位鞋 一个呼二 一个猎鹰战刃 影魔身上夹腿瓶子 然后准备做魔龙枪 水人身上是也在做猎鹰战刃 夹腿猎鹰战刃 然后玉姆之鲁 现在手里面是一个密法席 这块选择以欧瑞直接上来 推对方的上路一塔了 开一个塔房 那么拖一拖 影魔两个影压 把这个兵线先清一清 那么这里 这个平A加一个影压 突避这边直接是三支一的险没了 马尔斯大招接长矛 对方的玉姆之鲁被秒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沉默 直接把你送走 这样莫奈在上路拿成一波双杀 再拆掉对手的一个防御塔 经济瞬间拉开了 跟对手玉姆之鲁的一个差距 从跟对手的持平 一下拉开了800以上的一个经济差 下路 波波卡在对方的水人面前 虽然打不过你 但是发个云轮盘 恶心恶心你是没有问题的 上路这波 德鲁伊加影魔 加上这个马尔斯都过来以后 打得很成功 看看对手在前招站这个附近 这关有很多的野怪啊 影魔过来以后两个影压 这波野怪被清得七七八八了 这块波波卡肯定是被对手追死 那么临死之前能不能给个技能恶心恶心 你再喂一个饼 然后再跑两波 最后是被Pero的水人A死 但是自己家的前招站附近的野区 是被星辰给霸占了 而且这一波星辰是把对方这一块的野怪 给清了个干干净净 什么东西都没留给NT 观众问水人变成德鲁伊招熊 给熊的装备死了以后会消失吗 会掉地上吗 不会掉地上 水人变成熊招一个熊出来以后 你把装备都给到这个小熊身上 这个小熊或者你变回来以后 这个小熊就死了 身上的装备直接就消失了 不会掉在地上 直接就消失了 然后你下次再变成德鲁伊 再招一个小熊 这小熊身上还是光的 还是空的 还是什么装备都没有 这个是Pero的水人 跟对方的小熊决斗了一波 蝙蝠过来 直接被打了一个缠绕 运气也是稍微差了一点 德鲁伊来不及变身了 被对方给了一个沉默 这个地方这个沉默 真是有点PH 全能骑士就要给自己一个天观测 再买一口再吃个魔伴 拖了好长时间 这个沉默是谁打出来的 应该是 那刚才这个沉默 沉默术给了一个大吧 果然沉默术这边给了一个大 刚才下落 马尔斯这里大招加长矛 定住对手的勇之桌 老奶奶的大招 远程火力覆盖扑过来 最后一个端完成收割 这边还有对方的一个小强 这个小强是开了个皮 但是并没有能够去 把玉木之桌救下来 伤害还是拉够了对方 但是Pero的水刷的也是真快啊 前期被对手的马尔斯领先了1000块 现在在马尔斯的节奏没有断的情况下 已经追到了跟马尔斯只差六七百块钱 还断掉了对手德鲁伊的一波节奏 德鲁伊现在是5000块钱 这水已经快追上来了 双方的团队经济差 从一度拉开到了这个3000加的差距 现在回到2000多 这里看一下老奶奶被饼过来砸晕 然后在家全都骑士一口奶直接秒掉对方的小强 这波小强被秒掉以后呢 星辰领先了继续保持这个2000加的优势 拆掉下鲁伊塔以后可以再次拉开到3000加 德鲁伊的经济现在5400块 我的天 这波远古 对方在继续烧 这个烧的速度其实很慢很慢 可惜就是星辰这个时候没有视野 星辰这波要是有个视野的话就发财了 这波远古好值钱的 没有视野太可惜了这个地方 而且剩下的全是大的 还都是残血的大的 这波全都打掉的话 好几百块的收入啊这是 对方这波没有打完 然后呢人也不敢离开这儿 然后万一让对手发现了 这波矿抢了的话 NT战队就血亏了 蝙蝠过去继续烫 现在蝙蝠手里面是一个飞鞋 不过被这个远古也打的也是很惨啊 这边出 打点野打的自己 这刚过来满血过来一条命 差点又没了 这块老奶奶又是一个远程开大 但是对方的小强给上一个穿刺 加上陈波术的一个大招掩护撤退 这波没有能够杀掉 陈波术这场比赛历功了不少的 雪人的经济线已经追平了对手的三大哥 Pure这个选手 Pure这个家伙是真的厉害 这块卫饼过来 然后再加一个大招 对方已经开出来的转属性了 这样啊 杀是杀不掉的 波浪形态加一张TP 却能其实给一个技能 这波是水人直接TP回家 永博这边交了一个大 没有能够打掉 看看这块蝙蝠开着火 过来骑一下皮球的脸 皮球这里选择一张TP 然后吃你一个大招 皮球这波就是用TP去吃你一个 换你一个大招了 没有什么别的目的 团队的经济没有进一步的拉开 这里马尔斯一个装 清掉对方所有的小蜘蛛 突避这个 孕母蜘蛛这场比赛 被马尔斯针对的 还是比较惨的呀 其实 马尔斯拿小机箭来 开一波视野 并没有抓到对手的孕母蜘蛛 如果抓到了的话 马尔斯这个大招CD马上好 这个孕母蜘蛛可能还是要死 比较理智的一张TP 回到中路赶紧去发育 现在马尔斯的经济 还是保持的不错的 但是马尔斯现在主要的精力 都放在了 去杀对手的一个孕母蜘蛛上面 Pero是不是才20岁 Pero没有20岁 Pero18岁 不到20岁 大家说这场比赛看好哪边 这个阵容我其实是比较看好星辰的 因为星辰这个阵容 它的不管是控制还是输出 都会比对手的这个阵容看起来 更加的好一点 无论是从数值的高低上 还是从稳定性上 都好一些 感谢大好支付宝打赏的20大羊 谢谢小板 再说这个版本大屁股有机会出场吗 这个版本大屁股已经出过场了 精神这个选择过来打入山盾是对的 因为从团战的角度来讲的话 NT是打不过对方的 NT这个阵容它的团战只能靠点目标的突破 也就是比如说像边门骑士 拉住一个 然后陈波兽是给大 强杀对方的大哥位 这场比赛的核心 其实对于星辰来说 就是大哥位在游戏的中期永恒之盘 或者说队友的莲花 这些东西是关键 像全能骑士 有钱的话可以自己直接去出卫师竞甲 或者是直接去做莲花 都是可以的 其实出卫师竞甲也可以 卫师竞甲给自己去驱散掉自己山上的沉没 然后再用自己的驱散给队友去套上就行了 大家说能拿到无延迟的资源吗 我可以拿到 但是无延迟的那个直播流只能在国内B站使用 而且跟主舞台就差三分钟没必要 大鞋不驱散队友的 大鞋从来都不驱散队友 大鞋只驱散自己 天空恩赐可以同时驱散自己队友和自己 是可以同时驱散队友和自己 可是如果你不把自己身上的沉没驱散了 你怎么给队友上天空恩赐呢 所以就是全能骑士必须要自己先出一个能驱散自身的道具 莲花或者是大鞋都可以 这拨打完了以后呢 带着盾 星辰直接选择是要在上路里边威胁一下对手吗 没有 往前走了一下 然后直接就撤了 感谢大佬之宝打赏的石牌大洋 谢谢老板 全体驱散只有老陈的A张大了吧 老陈的A张大改了 老陈的A张大现在不是大招带驱散了 现在变成了一个可以用自己的召唤生物 那献祭自己一个召唤生物给自己一个队友单体的大招 单体的全老陈的大招 再说淘汰赛会无颜持流吗 不会 我只会用客户端内的观战 我只会用客户端内的大招 老陈的群体驱散是从A张里边改到天赋里边 最新的这个版本把好多的A张技能都改到天赋里 他说观战拿过视频吗 观战好多年前观战拿过 但是那个真的要追溯到好多好多好多年前了 看大叔直播八年了 今年马上九岁 可以可以可以 他说现在小熊是不出灰奥了吗 小熊已经不出灰奥很多年了 不灰奥的小熊的话应该要追溯到至少五六年前了 下路二塔拔掉 然后直接上高 这个拆打的速度有点过分了呀 对方这边塔房也没开 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塔房 对对没有塔房可能是 这边蝙蝠拉过来影魔 这个影魔被拉进来以后 看一下没有BKB的影魔直接被秒了 那下路高地拆完了以后呢 魏柄留住对手的沉默术这 沉默这边直接被打死 全能骑士给一个大水人在里边 马尔斯定住的先带走你的一个蝙蝠骑士 然后转身开始输出水人 这里打出一个恐惧 加上打出来的缠绕 留了一手 比如这里选择是波浪形态 赶紧开丢 然后再变成一个影魔出来 两个影压倾线 星辰的这个上高地上的 如果不考虑被对手 先手蝙蝠拉住了一个影魔 直接秒了的话 这波团战上高可以说 打得几乎是完美 蝙蝠加上沉默术的这个二人组 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二人组 我就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 军团蓝猫蝙蝠的这种绝对先手 配合一个蝙蝠骑士特别好使 刚在这边玛尔斯上来一个多亏 大招给出来 一个长矛盯上去 漂亮 这样呢 炸一下 蝙蝠能救吗 你好像救不了 永之书直接被秒 这关变成马尔斯 给了一个长矛 打到对方的敌人决手身上 但是被小熊贴脸以后呢 这个水人现在是完全打不过小熊的 因为他身上的装备很一般 他身上现在只有单刀 加上一个猎鹰战刃 然后出的是A账 看一下影魔的天赋 有没有选择这个 魔王的将能影响建筑 他还没有升到15级 是这个天赋15级的 这关马尔斯 留了一下对方的水人 水人这里醒来以后呢 波浪形态直接开溜 另外一侧小强 加沉默术是给了皮球一套技能 但是皮球给自己一个驱散 人家驱散到自己身上的这个debuff 水人的A账是不是只有变马尔斯才有用 水人的A账其实变马尔斯也没什么用 其实变马尔斯也没多少用 应该还是变影魔吧 变影魔偷影魔的攻速 变老奶的突突突 出为啥见德鲁伊不出A账 A账对于德鲁伊来说 一般都是一个大后期在会选择的装备 前期出了没多多用 是你小熊的装备齐了 你的本体才会考虑做这个东西 或者是大逆风局 需要小熊单人出去带线 来牵制对手的情况下 会选择补一个 比如变的英雄能继承天赋吗 天赋是不能继承的 如果能够继承天赋的话 水人的变身强度就有点太高了 马尔斯这里大招留住对手一个小强 小强这个地方是被恐惧了以后 一直在撞墙直接带走 击杀了对方的小强以后 星辰这场比赛打的节奏 比之前的比赛节奏明显要慢一些 但是也是为了稳妥不漏给对方一些破绽 毕竟双方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对方这个阵容的反打能力并不差 眼目标的控制 有一手蝙蝠加上陈波术式的大招 能够让你很难去形成有效的救援 全能骑士作为一个酱油味 让他去出莲花也确实有点难为他 可能还没放过一次 刚才在下路的那个团战头放过一次大招 他是不是锁60针了吗 我锁了80针 但是他其实达不到80针 刚来刚才比老干爹比分咋样 老干爹2比0OG 轻松愉快的2比0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笔记本 所以帧数低一点就低一点吧 将就有一点吧 看马尔斯有这个长毛 盯到了一个幻象上面 有点可惜 蝙蝠拉住 然后呢看一下 陈波术式这波是没有交大的 马尔斯BKB开出来 陈波术式给大 但是马尔斯跑了 反杀掉一个小强以后呢 影魔在外面疯狂输出 直接点死陈波术式 这时候再往上追一下 看看这个小熊 对方的水儿过来 一小熊 但是感觉像给小熊讨痒痒 一个恐惧吼上去 有没有缠绕 有没有缠绕 这个地方好像伤害有点跟不上 先往回撤 让这个小熊回家补一下 可以考虑 关键说改音乐包 音乐包先不换了 就用这个音乐包了 有马尔斯开着BKB 居然跑回来了 这个可是太秀了 这样的话 马尔斯没有被打死 德鲁伊和影魔两个人的经济 目前是15000块 15000块 对方的是140002 蝙蝠13900 马尔斯13800 看看这里对方 留一下这个影魔 影魔直接分身 开出来躲掉对方的一个技能 躲掉对方一波消耗 陈波术式因为现在是没有大招的 所以对于星辰来说 这波团我还真不怕你 真的不怕你 这块马尔斯上来 有 拖个魔精吧 马尔斯 这边小翔一个穿刺 穿上来以后 看看这个影魔原地大招 把对方吓跑 并没有放出来 把对方吓跑 马尔斯过来一个装 清理一下兵线 幻象和小蜘蛛 看看这一小 哎这个小熊 吼的位置不太好啊 被对方拉回几个波波卡 天眼角色 被对方拉回几以后 直接带走 那这里再一个装 清理一下小蜘蛛 雪碧又被打爆了 Speria那边又被打爆了 是吗 大叔能看一下 老莱莱的装备吗 老莱莱是谁啊 哦 老奶奶是吧 老奶奶这边 现在密法加美砍 1700块钱 对于老奶奶来说 他出莲花的优先级 高于出大鞋 因为他没有什么驱散的需求 而且他的站位 通常情况下 不会过分的靠前 看一下这 哎马尔斯这个长矛 又没盯到人 2B这个地方是 被对方的这个墙顶住 小熊给上一个孔雀 对方跑回去以后呢 小狗熊往回拉一下 小狗熊这个地方 赶紧往回拉一下 现在正面团战的输出方面来说 NT肯定是比不过 这个德鲁伊加上 影魔这个阵容的 但是马尔斯 现在没有大招 这个对于团战的 一个帮助 有点小 对方的沉默处是 大招也还没有交 两边呢 一直都是在试探性的进攻 星辰这样比赛 跟对手NT打的都 非常的谨慎 没有哪边 非常特别浪漫 没有特别浪的 看看这里 马尔斯 这边BKB开起来 对方的蝙蝠急事 也是开启了BKB 这里给上一个长毛 又没钉到人 沉默叔叔给了大招 可是这个沉默叔叔 大招并没有掩护 自己的队友 做任何事情 小熊未饼 没有能够砸到 对方的水尔 水尔开启了一个 分身符 躲了一下 看看这里 小强跳刀穿刺 完成一穿二 但是全能骑士 马上一个天官刺 驱散一手 这个水尔过来以后 把阅灵之气几下A掉 那水尔再接着 往前顶一顶 现在A帐的技能 选择变得好像是 隐魔 长毛钉回来 但是提前开启了 转属性 老奶奶给上一个 卫柄砸晕 搁几个合击一下 水尔现在也没输出了 水尔所有的属性 都转成了力量 现在暂时没有输出 老奶奶远距离 大招扑脸 沉默术士 能不能扛得住 好像扛住了 对方迫击炮 超出了射程 这样啊 没有能够完成 对对手的击杀 那么这样看一下 全能的 这个天国恩赐 给的可是太极限了 这个小强的穿刺 刚刚把欧瑞 穿起来一丁点 甚至还没有达到高点 就直接被全能的 一个天国恩赐 给驱散下来了 让影魔过来 看看这个影魔 身上被沉默以后 KPKB 转身反打 马尔斯又是一个大招 水尔波浪形 刚才进来以后 全能骑士 给一个大仙 带走你的沉默术士 蝙蝠剩了一半的血量 这个时候 水尔出来打全能 但是打不动 影魔大招开出来 没有能够 大到对方的水尔 水尔身上 也是有一个BKP 波浪形态 撤回自己家的高台 只杀掉了一个波波卡呀 这个蝙蝠打了门天 玉姆之龙 在外面还在铺 支路网 打的到处都是支路网 但是这个山剩余的血量 又不是一个 玉姆之龙 都能打得掉的 德鲁伊 这个时候本体是 开启了大招变熊 看一看 这个对手也是 这个熊这边 吼一嗓子 吼一嗓子有魔精吧 应该是 有魔精 加了一个 这个好带驱散 影魔空大 马尔斯空矛 这场比赛 两边对于对方的技能 算计的都是 非常的精准 一直在 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去躲对方的技能 大概这个时候 全能骑士一口奶 对方的勇蜘蛛 这个马尔斯上来 一个端 这个勇蜘蛛 一直在墙上在走 然后看着这里 再吼一个恐惧 nice能秒掉吗 差一丝 再给一个端 漂亮 打掉了以后 小狗熊这里 往前顶一下 拖对方的时间 里面还在打肉山 这个时候 马尔斯出来 顶住皮尔 皮尔波浪行来进来 抢肉山 被直接一个恐惧 吼出去 肉山盾被蝙蝠 抢掉了 蝙蝠开着BKB 抢掉了肉山盾 但是自己马上被打死 皮尔再变成影魔 回着给两个影压 狼奶过来一个卫柄 小枪一穿三 可以 全能骑士 驱赛一下影魔 影魔这里被对方的影 拉住 但是反杀 带走对方的蝙蝠 可是水人现在的状态还不错 一个变体攻击 带走了莫奈 莫奈被击杀掉了以后 结果影魔还在 努力的输出对方的沉默 这一波水人波浪形态上去 留住对手 一个小学生 再力量的变体攻击 打断影魔TP 也完成击杀 我这一波团战 打下来以后 NT血转 NT这波团战血转 抢到了盾 而且没有 没有让对方拿到盾 也就算了 蝙蝠虽然两条命都交了 但是把 星辰的三个大哥 全部击杀了一遍 水人完成了一个收割 水人并没有死 这样双方 比分来到了 石油比三 星辰现在的 领先经济优势 来到了两千块 这波真的是血亏 缺少一个 就是速度足够快的控制 能够去把对方的水人定住 不让他开出转属来 这个转属性 一开出来以后 确实是有点个影 盾被抢了有点难受 魔精还是拿到手了 魔精是 德鲁伊那边拿到手里边 这个魔精的话 可以考虑给到影魔身上 其他的人基本都有了 因为 全能骑士的魔精是把 突化光环那个技能再重新给的 这个收益是远不如给影魔的 而且让比赛影魔走的 也是一个半物理的路线 目前为止 这块马尔斯又是一个大招 长保又空了 长保又空了 老奶的大招打出来 还是没杀掉 对方 2B这块身上是出了一个 卫尸镜甲 加上一个月灵之气 确实有点结实 水人的经济线 反超到了全场第一 两万块 这个一波打掉肉杉 拿到了肉杉的钱 和肉杉的魔精 给了对方一个盾 这个结果 不算太差吧 就从肉杉的角度不算太差 只不过是让对方肥了一波 水人收割了一波 有点尴尬 现在水人分身 加上一个大炮 一个一仗 BKB假腿 也天鹰零战刃 再还有一个致灭 老奶的手里 打到了一个精灵外衣 看看这里 马尔斯 水人波浪形态上来 然后呢 沉没术士给大蝙蝠 拉住全能 先杀全能 全能骑士 这个地方能开出来 大招吗 大招开出来了 看一下 接着往前追 留对方的水人 马尔斯一个长矛 盯回来了育母蜘蛛 割几个集火 杀掉育母蜘蛛 但是育母蜘蛛 他就是给你杀的 这种育母蜘蛛 就是给你杀的 马尔斯再一个海豪爆突腾 突上来以后呢 带走对方的全魔术士 让全能骑士临死之间 开了一个大招 掩护自己的同伴 打赢了这一手团战 转了一点点 转的不多 转了一点点 全能骑士这样比赛 不行就 就就就就 就待会儿看看 能不能狗一个 永生之盘出来吧 德鲁伊 现在本体是出 细带了开始 小熊的装备差不多了 小熊现在已经有 强袭 暈锤 相位 暗灭 封脸 加上一个加速手套 然后德鲁伊的本体 现在是四系带 加上一个精灵外衣 下一个装备 准备再出一个暈锤 再出一个暈锤的话 就是本体了 这一波在对方的蝙蝠 刚刚没有大 然后呢 陈波树是被击杀 玉米蜘蛛 还没有复活的情况下 星辰果断组织 立波终度上高 这个阵容拆打很快 因为 对方的塔防没了 这个近战兵 像纸一样 玉米蜘蛛现在还有13秒复活 我已经拆掉了 你的近战兵营 没有必要在中路 继续跟你浪费时间 直接选择后撤 星辰就抓了 这么小的一个空档 就直接过来 拆掉了对方的一路 这还是有点厉害呀 那说星辰的后期打不过吧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星辰这个阵容的后期 输出点比人挺要多 他说出个紫苑打水蛇有用吗 没有 现在水蛇身上是分身加BKB 这场比赛出紫苑打水蛇是没意义的 这场比赛打水蛇最好的选择就是出羊刀 但是羊刀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因为是个物理影魔 所以他也不会去出羊刀的 法器影魔的话 现在就这个境界 如果是一个法器影魔的话 应该是有了跳刀加上羊刀加BKB 跳刀羊刀加BKB的话 也就是一半多点 然后再加一双鞋 上位的钱甚至还够的 再出一个智力跳的 就更新成智力跳的 这种时间打水蛇就是羊刀 不要去想别的有的没的 就是羊刀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没有之一 如果星辰又是直接在中路过去 准备去抓一下对方的人 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的话 影魔线 山上BKB加林肯 主要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一个出方 那小强这个一穿三有点羞 直接秒全能 漂亮全能被秒 这个招皮尔的水蛇战斗力有点强 带走了欧瑞 然后呢 小学生选择一个BKB 踢片 蝙蝠回来 拉住德鲁伊的本体 哎呦 皮尔这个水蛇这边速度太高了 我的天 这个大炮水蛇真的太厉害了 变成影魔 偷一波影魔的攻速 大炮水蛇直接把影魔给秒了 因为影魔出的是一个BKB加林肯 他的物理抗性其实很低 31点护甲2000血 在这个水蛇面前根本扛不住 直接被水蛇挤巴上拍死 小强刚才的这个一穿三 这场比赛小强一穿三的场面已经出现过好多次了 这一波被对手的水蛇直接反打回来 要被反破路了吗 有塔防 对方没有盾 马尔斯现在还活着 影魔还差17秒 对方老奶奶直接开一个大招 在这铺上一大堆的 铺上一大堆的岩浆 对方小强开个皮过来踩一脚 然后直接断一下这老奶奶大 但是下路的兵线已经没了 再转到中路过来的话 中路还有兵线 可是转过来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影魔已经复活了 德鲁伊还有10秒钟马上复活 还是破不了路 那还行 对于星辰来说 这波虽然是没打过 但是没让对方过来破路 就可以接受 不用考虑开撒旦战撸水仁 水仁这个英雄是 从来都是用来秒的 不要想着去跟水仁对撸 从来都是秒水仁 秒不掉水仁就不跟他打 知道吧 试探性的打一下 如果没有机会秒你 我就不打你了 也得小蜘蛛过来以后 直接送了 大家说熊德后期本体 剩3分之1血量 但是有买活 小熊死了的情况下 是不是特别尴尬 后期熊德应该怎么判断 要不要召唤小熊 还是买活打 没有什么可尴尬的 你是想说如果小熊连死两次 会把本体解害死是吧 而你小熊 如果你买活回来 你再招一头小熊 跟你不买活招一头小熊 诶 这又没打到 知道吗 2B这个位置看一下 马尔斯犹豫了半天 影魔这里推推过来 再给一个影压 再给一个平A 杀对方 这个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技能 全能其实又是没有来得及 开大招 影魔这块摇一个大招 对方开皮定一招 有推推 能再救他一下吗 雪儿波浪形态过来 这块分身 又被水尸直接秒掉 让皮尔的水尸 完成了一波双杀 这样比赛 马尔斯的压力有点大 感觉 又是一个波浪形态过来 25级 加了两个波浪形态的 能量点数 追过来以后 直接完成三杀以后 这两比赛 NT应该是拿下了 皮尔这个选手 真的太厉害了 说实话 皮尔这个选手 真的太厉害了 最关键的是 这个家伙只有18岁啊 这太年轻了 这场比赛 马尔斯的矛 也是空的次数 稍微有点多 虽然对方 羽慕蜘蛛跑得 速度太快了 不好矛 这个算是一个原因 但是就算是这样 TI级别的队伍 也应该尽量的去 减少这种情况 不过大家也不用喷 因为其实 其实大家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 或者很多事情的时候 都应该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越不中 越担心 然后越怕不中的情况下 就越不容易中 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 就着急喷啊 之类的 不至于 这样比赛 毕竟星辰其实还没输 虽然现在这个局势 并不是很好 但是他们至少还没有输 上两波团战 还没有打赢的 另一个关键是 在于全能骑士大招 一直没有开出来 全能大招迟迟 开不出来的情况下 这个 水尔的输出就挡不住 不过现在 全能骑士大招开出来 也没多大用了 因为水尔身上 带了一个行物之祸 带了一个驱散 他带的这个行物之祸 除了附加一个伤害 然后施加一个主动驱散 他就可以去解决 你全能骑士 这个大招的问题 我叫你 我叫你 我烦 我叫你 我叫你 我烦 我叫你 我烦 我正你 我又烦 你 感谢JLS没头脑的10个心动卡 感谢维谁梦南科大佬的秀 你知道这波蝙蝠直接进来拉德鲁伊的本体 这个本体要抢强秒 哎呦这个德鲁伊的本体要被打死了 直接85秒没有买活 那抹得了 那就抹得了 蝙蝠这边刷新第二个拉 拉了一下影魔 影魔又是被水人波浪形态过来后 直接抢秒 两个大哥直接被对方的蝙蝠加着水人 两个英雄秒掉 那么没法买活 小强被击杀掉以后选择买活 那么这样星辰打出GG 攻险体在双方BOR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是非常nice的打了一场翻盘 前期其实一直都是星辰的一个优势 但是不得不说就是水人这个英雄 在当下这个版本确实有点厉害 还有就是后期的团战星辰的配合 没有对方好 不知道是因为紧张了 还是因为心气下去了 这个配合确实没有对方好 让对方抓了几波机会 好了我是三王大叔 咱们稍微休息 也会给大家带来双方BOR的第二场比赛 我们下场比赛见 我们下场比赛 我们下场比赛 我们下场比赛